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因为一时一世的不合意 就无法控管好情绪 任他放纵肆虐 最终结果就被坏情绪吞没 不断地迁怒于他人 造成恶性循环的恶果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室友陈月 口头禅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 说完这句话的他常常陷入低气压中 我们说什么他听到都会反对几句 久而久之我们也就能不跟他说话就尽量少说 记得陈月有次在社团受了气 再请示大声抱怨社团成员的多事 于是第二天要交的作业也没心心些了 郁闷地爬到自己处于上铺的床上玩手机 结果突然又听见他一声尖叫 手机摔到地上屏幕碎了 他更加的闷闷不乐 看着手机上碎了的玻璃盖和渐渐花瓶的显示屏 烦躁到叫也不想睡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睡着的他 课也没能去上 作业也没交 结果又被老师记了名字 提出了警告 他便又开始抱怨自己的倒霉 可是这一连串的倒霉 难道真的是因为运气不好吗 如果他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倒霉便会从社团会议就停止啊 他可以和成员好好的沟通 解决办法 然后便完成作业再休息 这样便不会落得第二天醒来 更加的郁闷的下场 还得花上几百块换手机屏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你看有时候并不是霉运给了我们坏情绪 而是我们不能管理好坏情绪 才加剧并延续了我们的霉运 有人尝过放纵情绪的苦 自然就有人品过管理情绪的甜 能把情绪管理好的人 绝不是泛泛之辈 罗子军就算一个 我的前半生中 罗子军的境遇啊 可谓是一下子从天堂跌进凡间 从献煞旁人的全职太太 沦为平凡的打公主 此时有人极尽奚落嘲弄 表面上假意帮忙 私下却大肆宣传他的落魄现状 等着看笑话 还有人介入他幸福的家庭 可他却每次都成功地 压抑了自己的怒火 最后凭借着专业的能力 和良好的服务 顺利地让业绩越来越好 罗子军的隐忍 与坚定的上进心 不但让他收获了 心同事们的尊敬 也打动了许多的观众 引发了无数深思 是啊 工作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 不顺心的事情 铭枪按键 防不胜防 我们如果事事 都要逞一时之气 换来瞬间的畅快淋漓 并也会为此 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子军的工作来之不易 他是赢得 儿子抚养权的重要筹码 更是一家子开销的 唯一保障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让他保住了工作 也维护了尊严 最终成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人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福报 能把情绪管理好 便已经成功了一半 因而这样的人 也更容易取得成功 心理学上说 蝴蝶效应 但情绪也是一样 是可以传播 并无限放大其后果的 虽然他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经常生活在 负能量环境下的人 也会变得压抑 因而懂得 不肆意传播 坏情绪的人 才更容易 获得他人的青睐 主持人李静 曾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他创业出气的困难 那段灰暗的日子里 他常忙到 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连轴开会 到处找电视台 推销自己的节目 喝酒应酬后 吐完后整理好自己 又紧接着跑去开会 因为当时的经验不足 再加上资金欠缺 等一系列的问题 他总感觉心头沉重 难以疏解时 他甚至会放声大哭 但一到家门口 他立马地抹干眼泪 跟没事儿人似的 坐进家门 他不抱怨一句 第二天醒来 便再一次地 满怀希望的工作 不迁怒 是一个人最高的修养 2005年 中国成立第一档 网络视频互动谈话节目 近距离由李静主持 2009年 近距离更名为 非常近距离 火遍全国 他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一半都要归功于 情绪管理能力的强大 这其中既有不让情绪 打败自己的坚韧 更有不让自己的坏情绪 影响他人的高情商 只有这样 你才能在一个 良性循环的环境中 不断地收获正能量 从而战胜自己的坏情绪 运气也就越来越好 荷兰阿姆斯特丹 有一座古寺院 院里有一块石碑 碑上刻着一句话 既已成为事实 只能如此 继续说 如果这个事情 已经是事实了 我们不能改变它 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接受它 这不禁让我想起 海伦凯勒的故事 在海伦一岁半的时候 连日的高烧 使得他昏迷不醒 而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 眼睛烧瞎了 耳朵也烧聋了 他的一生 87年生活在 无光无声的世界里 可他却在这段时间里 考入了哈佛大学 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一生中先后完成了 十四本著作 海伦凯勒 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写道 每当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一定会躲进花丛 把哭泣的脸 藏进那些湿润柔嫩的树叶之中 他们的清香能安慰我 一会儿我的坏情绪就不见了 能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 不仅能治愈自己的苦痛 还能感化身边人的悲伤 一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治愈了多少悲伤的灵魂 让他们重获新生 而凯伦凯勒自己 也用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 感化了自己的一生 使其在无光无声之处 依然发光发热 是的 能管理好坏情绪 将会成为你一生的福报 阳光照亮我的房间 春天温暖我的脸 树叶它还藏在树里面 我们都看不见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分笔的画面 百灵鸟尔龙中叫的欢 但我却不明白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